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今天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个 我很喜欢的故事 叫做 山羊和长颈奥 有一天天气很好 山羊就约着长颈奥去逛街街 出去的时候 好多人都赞长颈奥 又高又美 长颈奥就很自豪 竟然和山羊说 你看我 几个人赞我 又高又美 山羊听到之后 只是笑笑笑 点点头 没有任何回应 他们就走着走着走着 走到去蛋糕店 山羊就说 跟我进来吧 我请你吃蛋糕了 长颈奥 弯低条腰 低头 几乎趴在这儿 都进不下去 于是乎 山羊就买了个蛋糕 分享给长颈奥吃 长颈奥就心想 好多年奥 原来 都有鱼 的好处的 他们就走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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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去 气球店 山羊就买了个气球 去长颈奥一路走一路玩 但不小心 松一松手 气球 飞着上 树枝上面 山羊尝试 收起地下的树枝 去撩个气球 我撩 我撩 撩不到的 怎么办 山羊 长颈奥见到 就说了 你啊 不要伸心 等我来帮你了 长颈奥的颈奥一伸 就把气球 拿了下来 山羊就心想 原来 鱼 都有鱼 的好处的 截截之后 他们就成为了 好朋友 互相帮忙 互补不足 我喜欢这个故事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有长齿 还有优点 不可以看笑别人的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